2023年7月,生肖蛇的人命宫里有福的福星亲领,同时他们也是相和太岁,聚财之手相帮,以促进总体的财运,促使生肖蛇财源广进,金钱居多,并且最值得开心的是,鼠蛇人在7月,贵人相助运势强悍,即便碰到困难,都能够在贵人相帮下迅速得以处理。 此后,鼠蛇的人如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专长,稳扎稳打,就能偏财稳发,鼠蛇人对志有肝胆相照,做事向来比较严谨,命宫碰巧的天魁,小天刚,即兴降临,等时间一到,红运驾到,若能接住此番机会,富贵逃不掉,日子喜气洋洋。 生肖鼠蛇的朋友,得财神业来家,财源滚滚持续,鼠蛇的人他们天性善良,从来不贪功极力,简单获得别人的帮助与幸福,还可以获得异性朋友的青睐,望好好的抓住机遇,也有望与异中人结交夫妇。 鼠蛇人的整体运势还算不错,他们最近能抓住改变生活的好机会,能让自己在经济上更加宽裕,游刃有余。 在感情运势中,鼠蛇人是很高调的人,他们会经常在各种场合和朋友圈秀恩爱,让周围人羡慕不已。 在工作运势中,鼠蛇人最近刚发现一个很有商机的工作,他们决定好好把握,争取收入翻番。 在金钱运势中,鼠蛇人近日心情很好,他们可以去买一柱彩票,沾沾喜气,说不定能中奖。 在健康运势中,鼠蛇人平日里不要吃太咸的东西,对胃和食道都很不好。 蛇年生人,其性耿直无弯曲,能向直中取,不可屈中求,心如洁白,无雅亮,外观稳重,内心刚毅,好财,好批评他人是非, 无人耐性,依靠性强,不善交际。 鼠蛇的人,才博公大放一财,鼠蛇人的正财运必有官兴相助,所以从此开始,升官发财两运密不可分,可以兼得,在职场上可以掌权掌财,既能升职,还有加薪之喜。 鼠蛇人的灵慧机制,敦厚诚实,都能成为至圣法宝,今年之内飞黄腾达,位居福禄寿三权者之罪。 善良朴实的鼠蛇人,拥有好人缘,无论走到哪里,都有贵人相助,好运气一路相随。 而且,鼠蛇的人非常的孝顺,总是想着法子的孝顺父母,让他们开心。 如果眼下依然过得不如意,也不要灰心丧气,终究会通过努力改变命运,前途无量。 鼠蛇的朋友会彻底转运,急性相伴,事业上会有更多的机遇。 鼠蛇人还将持续运兴的好运,特别会受到长辈贵人的照顾,事业上大有作为,未来财富持续大发。 鼠蛇人,好日子袭来,贵人相助贫出,机会多多的,要财有财,要福有福气,身旁许多聚财的机会,要是信自己,要是勤奋努力和追求完美,总结会越来越非常圆满,碰到的艰难都能一一解决。 工作能力也可以获得充足的充分发挥,事业上一彩分成,收获颇丰。 老师在这里,特别提醒生肖蛇的朋友,其实生肖运势的高低,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,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,是趋机避凶的唯一法则。 老师也分享一篇文章,希望生肖蛇的朋友,能静下心来,好好的读一读,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或心灵的沉淀,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。 我们经常说这么四个字,命犯小人。 什么是命犯小人呢? 简单来说,就是招惹了小人的意思。 你做了什么事,有什么性格,就会招惹来什么人。 在这个世界,没有那么多玄乎其玄的东西。 小人的出现,并不是无缘无故的,而是有前因后果的。 就拿一个性情阴暗的人来说,他很难跟君子交朋友,那他就只能跟小人往来。 这就是所谓的物以类聚,人以群分。 君子自然会跟君子在一起,小人自然会跟小人在一块。 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,不是小人非要来到我们的身边,而是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在吸引着小人。 命犯小人,说到底就不是命的问题,而是我们自己的错。 为什么我们要修身养性? 就是为了时刻完善自己的性情,不至于惹来小人祸事。 命犯小人,写在脸上。 身带这些样貌的人,容易惹来奸恶小人。 一,不爱听真话的人,会惹来小人。 耳朵,那是用来听声音的。 只是,耳朵喜欢听什么声音呢? 毫无疑问,就是好听话。 越是阿谀奉承之言,我们越喜欢。 听到真话,不少人都觉得刺耳,认为真话有损自己的心态。 听到小人的甜言蜜语,这些人会心花怒放,觉得小人真好,懂得做人。 盲目听小人之言,害死了不少人。 古往今来的无数名人,就是因为听从小人的话,所以才走了下坡路,最后晚节不保。 有一位富豪,资产无数,事业特别大。 没想到,他听了一个小人的话,误判了形势和市场,从而做错了决定,最后负债累累,毫无翻身的机会。 人,越是到了一定的地位,越是有了一定的钱财,就越是不喜欢听真话。 如此,小人就会靠近,君子就会远离,人之运势就会越来越差。 这,怪不得别人,也怨不得老天,只能怪自己糊涂。 二,一脸浮夸的人,会惹来小人。 小人跟君子,到底有什么区别呢? 最大的区别就在于,小人喜欢偷奸耍滑,君子习惯了脚踏实地。 如此相比较,前者多了浮夸之气。 在物欲横流的年代,踏实之气,那是很少见的。 反而是浮夸之气,那是越来越多了。 不可避免的是,小人也层出不穷。 镇上有一位富二代,花钱如流水,自己不工作, 只依靠父母来生活。 父母也不教育孩子,觉得家庭有钱有势,孩子也能安稳到老。 没想到,他的孩子跟一群狐朋狗友打交道, 沾染了不该沾染的东西,碰了不该碰的钱。 如此,这个满身浮夸之气的富二代就闯了大祸了。 为了弥补这个大祸,他的父母动用了所有的关系, 以及花了大量的钱财,可还是没有好结果。 到头来,人财两空。 人若浮夸,再多的钱也保不住。 人若踏实,安分做人,才能平稳一辈子。 前者,一直被小人盯上,这是一切不幸的开始。 三,嘴巴太多的人,会惹来小人。 说话,不仅是一种本能,更是一门技巧。 在什么人面前,就说什么话。 该说的话,不能不说,而不该说的话,一句都不能讲。 有很多没啥经验的年轻人,觉得自己有说话的自由,就乱说话。 结果显而易见,要么是得罪了别人,要么是践踏了别人的底线,终将自食恶果。 每个人,都需要花两年的时间学说话,以及花一辈子的时间学闭嘴。 说话容易,但闭嘴很难。 因为人之内心的冲动,那是普通人很难抑制得住的。 嘴巴太多,不仅会惹怒别人,还会招惹小人。 比如在职场当中,你不小心说错话,就得罪了某个同事。 这个同事,就会把你当成敌人。 为什么职场有如此之多的争斗? 有一部分的争斗,是利益造成的。 而有一部分的争斗,是嘴巴太多造成的。 所以说,谨言慎行,别说不该说的话,那针对你的人就少了,你的处境就安全了。 四,性情骄狂的人,会惹来小人。 跟人之相貌息息相关的,就是人之性格。 一般来说,性格和样貌,那是相匹配的。 你有什么样的性格,就有什么样的武观和气质。 有的人是千千君子,不仅有礼貌,做事还特别有条理,给人一种儒雅的感觉。 如此君子,就不会有小人靠近,反而小人会特别讨厌他。 有的人是狂妄之人,有一点小成就便沾沾自喜,觉得自己了不起,特别厉害。 如此骄狂之人,会被小人盯上。 因为小人觉得他们好控制。 狂妄者最大的特点,便是容易被人怂恿。 就跟游泳无谋的人一般,别人激怒了他,他就盲目做事,根本不考虑后果。 能力再强,也不能狂妄。 一旦失去了理智,被人牵着鼻子走,后果就惨了。 谦卑一点做人,小人才不会靠近。 因为你谦卑的磁场,会跟小人的磁场相排斥。 以上分享就到这里,天道酬勤, 要记得,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。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福气满满,财气满满,身体健康又逍遥,下期见。